今天消息要提醒您夜间开上国道 一定要特别注意路况 尤其是是否有工程在进行 就在今天的凌晨 在中山高北上10.3公里 细致路段就发生了两车追撞的事故 还造成车流回堵一公里 一辆黑色的轿车被追撞之后 撞上了护栏 不仅保险感被撞到吊在路上 就连车轮轴都被撞断 后方有另外一辆黑色银色的轿车 车头也毁损的相当严重 整个凹陷 根据了解当时现场正在进行 国道的标线工程 车道缩减 再加上没有保持安全车距 又没有注意前方路况 才会撞上黑色轿车 而幸好两名驾驶都只有受到轻伤 警方也提醒国道维护工程 通常会在夜间车流比较少的时间来施坐 开车上国道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相关的告示 以及前方的路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